而台湾水果包含了世家凤梨和莲物外销是接连受阻 现在就连香蕉、巴勒心、茶叶、茶农 也因为疫情影响被迫转往内销市场 但是由于通路少、推广难 导致了销量大不如前 如今疫情趋缓 业者就希望能够透过五倍券和各项的加码券的发放 来振兴自家农产品的经济 一大片绿油油的香巴勒果园 无毒栽种的树苗 每一株都长得头好壮壮 采栽下来的那一夜 经过数次烘焙冷却后 巴勒心夜茶才算大功告成 过去热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但现在受到疫情影响 人祸都出不去了 我们人要出去都是比较困难的 总是疫苗要先打过才有办法出去 然后现在大家也都是比较 就是因为就是怕感染的问题 游客也是确实都减少 疫情之下外销路被斩断 今年这批香巴勒心夜茶 被迫转战内销市场 但由于通路少推广不易 销量大不如前 看着用心栽种的茶叶滞销 茶农苦不堪言 就盼着中央舞杯券和各项加码券 带来真心效益 热副的这个农油卷啊 消费卷啊 刺激一下消费这样子 琥珀色的茶汤 滑顺润喉的口感 还有余韵不绝的巴勒果香 使用台东原生种香巴勒 制成的巴勒心夜茶 雪街证实富含多分类维生素等营养下值 有助于预防糖尿病 胰脏病 还能改善高血压高血脂 茶农期盼以这股健康的茶香味 在疫情之下化危机为转机 开拓市场版图 这里是下大会台东市报道